中华品德教育推广协会理事长 众印法师 11月7号包场真善美戏院的回眸纪录片 推动灵性品德教育 回眸记录三位末期病人 冠伟 杨华 玉山 在离开人世前 如何面对死亡的每一刻 回眸细腻呈现三位末期病人 对各自生命抱有不同的执着与情绪 用生命故事向大众展现他们对生的不舍 推死的恐惧 以及过程中灵性照顾给他们的勇气 我们是法人中华品德教育推广协会举办的 希望大家能透过这样的影片更能深入的了解 生跟死事实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此不多说 我们今天呢 先请我们的大家长 理事长 众印法师 谢谢大家支持 各位宴敬的法师们 还有各位居士大德们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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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我们今天的贵宾非常多 还有官员 还有警政界来的贵宾 还有各行各业 慈祭各方面的贵宾 我再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 所以每个都是我们的贵宾 那我们也给自己当贵宾一个掌声好吗 有人问我说 那中华品德教育推广协会 法师你来这里当理事长做什么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我本身呢 是写我的硕士论文 我是卢府大宗教研究所 我的硕士论文是写地藏经 那地藏经呢 其实就是孝经 那其实我刚刚讲这部片 大家看完之后呢 我要跟宗哥 宗哥法师有在现场 等一下也会请他讲一下话 他是负责前半段的 那我的强项就是在往生以后 各方面的法会 我也是有经验至少一千场以上 那我的历藏经呢 就是写说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在往生 为什么人会生病 其实很多的病是身体的病 还有心理的病 那有些人他心情没有出口 他就是从真理里面报 不然就从外面报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平常品德教育 我们品德协会呢 我们是走全方位的品德教育 那我们是品德于健康 品德于企业 品德于养生 品德于各种各方面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搭的 那我刚刚分享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品德教育 其实不只是关心地质规 让小孩子背经典 我觉得我们要关怀的是人跟自己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大自然 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宇宙的关系 包括我们人跟放生的关系 在爱护小动物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病 尤其是现在一年 昨天我去慈祭看他们放的影片 一年我们就吃掉了众生 众生要吃掉八百亿 一年要吃掉八百亿的动物 包括那个水族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 好品德呢 其实最简单的做起 就是从我们的口业 嘴巴放生 人格就是一个 我们的品性啊 德恨 这个也是好品德的展现 所以呢 这部片子我相信 其实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 那么早就会往生 如果早吃肉 都注意养生 所以我是觉得品德教育 应该是从 像我的硕士论文写的 我们从生活平常就要关怀了 还有重病的时候也要关怀 临终的时候也要关怀 死亡的时候也要关怀 死后更要关怀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全方会的品德教育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 那藉由这个片子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里面有一个小女生 她很早妈妈就没有了 我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为什么愿意 我们愿意包场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呢 很多人啊 在这个遇到痛苦 困难 挫折 其实有时候呢 这个很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贵人 来帮助我们 那我当初呢 我当小朋友的时候 我是30岁出家 我现在52 52岁了 出家快要22年了 那我是出家以后 30岁 我了解佛法 了解生命的真相 我才对我妈妈的那个伤感 方向 这个里面等一下要介绍一个妈妈 她30几岁往生 我的妈妈26岁 所以那个小女孩 等一下你们要看那个小女孩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她那么有智慧 说那些话 可是呢 我是把那个痛苦往内 折磨自己 我想说为什么妈妈不要我 那我是因为出家以后才发现 哎呀 这个很多的姻缘 也不是因为我妈妈不要我的关系 后来我就释怀了 所以我就这一部片很有意义 发人深省 那请大家 可以好好观看 到未来呢 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中华品德教育推广协会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合作 让年轻人 我们最近会再继续推 台湾文化特色巡礼 让年轻人来自己介绍台湾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爱台湾这块土地 也是实践好品德的展现 那未来呢 我还会希望 我刚讲九八放生嘛 一年就要吃掉八百亿的动物耶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我们又呼吁 让荤食的餐厅 荤中软荤中有素 你去荤食的餐厅 这里就有一个 那个我们的素食的老板娘 保 保美 保美 请跟大家揮手一下 保美的那个素水饺很好吃 他说如果有餐厅 愿意荤食餐厅 愿意卖素水饺 他有做的很好吃 那希望让荤食餐厅 也有一样素的可以给大家享用 那 最后呢 还有 我们未来 还会再推出来这个APP 就像这个奉茶 就是希望荤中有素APP 希望贴旗开光 接下来呢 我们要参加我们这一片的推手 大杯学院助持中敦法师 欢迎中敦法师 台湾平常国学人 各国会的理事长 也就是前面台大医学 堂合 堂合医学佛教的宗教 大家午安 非常谢谢品德教育协会 帮了这一场 我自己也觉得好惊讶 这么多人来 谢谢重敦法师 谢谢名誉法师 然后其实当时我们在10月20日 在台北首映的前一两天 吴义中遇到法主法师 他就到我们大杯学院门口搭公车 然后我走出门口就碰到他 吴义中就很幸运的邀请了他们三位 参加我们最早的应联 那没想到他们这么有心 邀请这么多佛教界的好朋友 来看回眸 那回眸我们拍了两年多 那为什么我想要拍回眸呢 因为我自己在安宁疗护的领域工作了24年 前16年在医院里面的安宁病房 我在医院安宁病房里面做第一线的服务 然后宗教师的训练 以及就是当安宁房和医疗船进台湾以后 我们怎么样让所谓的灵性照顾 我们说安宁照顾有所谓的三心灵 那那个灵不是灵魂的灵 那个灵是spiritual 就是灵性的灵 怎么样让这个灵性照顾的本土化 然后让病人的需求能够被理解 然后得到支持 所以我也在医院里面做研究的工作 我做了16年 那16年以后看到台湾社区 对于那个 因为整个医疗 默契照顾的医疗社区化的一个趋势 我们又在医院里面常常看到病人回到家里以后 有这么虚似的 大家听得懂吗 这虚似的 回到家里以后没有照顾的资源 然后我自己又看 因为我们的病房一年 我们病房只有17床 可是一年可以照顾三四百个病人 那这三四百个病人进进出出 那医疗团队很努力的帮助病人回家 我想做一下调查 如果 生命走到最后 你会希望在家里离开还是在医院离开 大家都希望在家里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台湾默契照顾即使回到家里 那个灵性支持的还是非常薄弱 那我自己在医院看到 就是在安宁界大家对灵性照顾的理解非常有限 那我们走到社区更严重 就是说我看到病人回到家里以后 不太有照顾的资源 所以当时我就跟台大医院创病房的护理长 他刚刚退休 然后加上德加法师几位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大会学院 我们来做训练次工 做社区默契病人的灵性光环 然后等到我们到了社区以后 发现大家对灵性照顾 这件事更不了解了 因此呢 我们就五年前我们就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写了以后发现效果不错 他那个到现在应该有20刷了吧 然后五年以后我们就拍了纪录片 因为我们发现用影像的方式去传递 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要请我们现任的中华品德教育推广协会 荣耀理事长林玉法师 各位男嘉宾 各位入山长老法师居士大德 大家好 非常欢喜今天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真山里居 回眸这个片子是纪录片 在经过了两年多四百多个小时剪辑以后 所呈现的三位主角就是埃墨病怀 一定都不在人间 宗敦法师跟德家法师他们慈悲愿力 我们都感动在心 所以法族法师中英法师我 那一天看完就马上决定要包场 那今天大家来就是有缘者 因为心到心之间有多远 天地之间 生死生到死有多远 呼吸之间 迷到物之间有多远 就在我们的一面之间 从古道经有多远 有多远 在我们的教坛之间 在我们的教坛之间 所以你到我至今有多远 就在我们的善解之间 所以呢 从牧场里 我们要觉醒 而且是天天都要觉醒 好 请大家一掌声响起 一起来欣赏 回眸 回眸展现台湾临床佛教宗教师的专业 是能耀眼国际的台湾之光 中华品德教育推广协会 期待让观众能一探灵性照顾的品德教育